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大家来理论一下真正属于欧洲宝马粉丝的一个大聚会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他是有个first class performance 名牌 因为我们现在还找不到这辆车的车主 不然可以让他来介绍一下这辆车 现在能改到多少的马匹跟他的整个车辆数据 但是光看这个发动机仓已经让你热血澎湃 已经非常的觉得这款宝马最经典的这个V8 这个4.0的发动机 加上这个G power的机械增压 到底会具备一个怎么样让人匪夷所思的数据呢 我们等会儿找到车主让大家给他介绍一下 来来来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辆有宝马146发动机加持的Z4 大家跟我来 说到这款发动机呢 这款是宝马6直列6缸发动机最后一代的这个全自欺的发动机 主要为什么来收亮这辆车呢 我觉得他车主改装的非常的 特别是这个轮毂改装的非常好 最有意思的我觉得他这款车他加了一个自己改装了一个宝马的这个车标 变成全黑色车标加上这个M的这个logo是整辆车 我觉得整体上看起来非常的特别吧 这辆Z4也是在国内来说是比较少见的 特别是他还在后灯用了一个熏黑的一个设计 整体上给人感觉非常的运动化 来来 大家跟我看啊 现在我们又发现一辆猛货啊 192M3 这辆车可以说也是经过重改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侧脸 它用了一个滑线的一个刹车碟盘 用了一个AP Racing的一个 我看应该是前六后四的一个一个刹车 加上车主给这个尾翼以及这个后备箱全部换成了碳纤维 它整个发动机盖也是换成全部的这个碳纤维 包括车主对这个车标 我们可以让摄影师过来近一点 过来 这个车标也是比较酷炫的换成了这个碳纤维的一个标志 这也是让人觉得很少见的 包括整个车的前的一个扰流 也是贴了一个M的一个标志 我觉得这辆192M3是在整体这次BIMO活动里面 是我个人觉得最喜欢的一辆192M3 这是一辆M135i 因为我本人是M235i的车主啊 所以我对这个车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辆车我觉得怎么说呢 他没有进行过太多的改装 但是有些小细节的改装还是让这辆车挺有特点的 比如他也加了这个碳纤维的前唇 是吧 我觉得这个这款前唇 我看不出来是原厂还是自己这个车主自己手工打造的 但是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包括他这个这个倒车镜 他也用了这个标准的这个碳纤维的恶魔 恶魔恶魔耳朵吧 国内是这么叫的 然后虽然看上去像是贴片那个碳纤维 但是感觉也挺不错的 轮毂这个品牌呢 说句实话我真不认识 但是看起来整个造型还挺别致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后面吧 我觉得他这辆车的后面还是最好看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加了一个上面一个上扰流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M135i上面还加这个的 然后他的排气好像是MPerformance尾段 跟我那个车是一样的 然后他加了一个扰流 这个扰流看上去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牌子 但是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直接从这两个排线当中贯穿到两边 整体上看起来 我觉得是这个车的后脸是最有看透的一个地方 现在我们发现一辆最近非常火热 一辆还不错的一辆宝马的竞速版的一辆M3 大家来看一下 说到这个竞速版的M3呢 他跟普通的M3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最主要就是他的这个大家知道他这个轮毂的 他的造型是只有竞速版的M3 或者你你你选转竞技版才能可以选转的到的 然后他的整个车的后边呢 他这个M3的标也是特别有特点的 因为他的M3标是黑色的 跟普通的一个M3 他的车标是不一样的 这边我特地好不容易我们俩 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角度 来拍一下这个荷兰这个Circlepark赛车场 其实说实话这个赛车场历史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出名的原因是荷兰皇室买了这个赛车场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很多的这个飘移 改装飘移车已经在这开始玩了 等会应该马上举行一个飘移赛 这个赛车场呢说实话 我对他最多了解的是 他是主要是荷兰皇室里面的一个王子买这个赛车场 加上他曾经举办过F1的一个历史 但具体上如果大家对这个赛车场有兴趣的话 可以百度一下 我们会告诉大家他们这个赛车场的一些信息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最近特别大火一辆宝马车M2 也不知道哪位比利时大哥驱车好几百公里 从比利时开到荷兰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辆M2 这辆M2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多的改装 就是原车 但主要就是这个颜色嘛 宝马经典的这个M2这个颜色感觉还挺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他也算是整场这个Beamover的唯一一辆M2 这辆M2 这辆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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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辆M3